大家有没有玩过《试魂》这款游戏? 在《试魂2》里,有几个人物是来自真实世界的 霸王丸、菊有金、纳可露露 这些是SNK公司设定下的人物 那么谁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呢? 我先来说一个,他是柳生石兵卫 他出生于1607年,死于1650年 是日本江户时代的著名武士 柳生石兵卫的全名叫做柳生石兵卫三严 柳生一族曾经辅佐德川家康战斗 帮助德川幕府扩大了领地范围 之后柳生一族就成为了德川幕府将军的剑术指导 而柳生石兵卫是德川家康的儿子德川秀忠的侍从 之后做起了德川家光 也就是德川家康孙子的剑术指导 传说当中柳生石兵卫只使用一只眼睛看东西 也有人说是他和附胜柳生宗举切磋剑法的过程中 不小心被击伤 导致了一只眼睛失明 所以我们在《试魂》里见到的柳生石兵卫 是一个独眼形象 但在历史上 石兵卫时代的肖像画里 他是有两只眼睛的 真实情况就不得而知了 说不定对付大多数的对手 他都不用睁开另一只眼睛吧 而柳生石兵卫明明是一个武士 却在很多的文学作品当中 把他描述成了具有人者形象的人 说不定那只眼睛下隐藏的是血轮眼呢 提问时间 在《试魂2》这款游戏里 除了柳生石兵卫 还有两个人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 你知道他们是谁吗